移动的是晴空塔 那电波塔是世界最高 车型靠近东京地标晴空塔 虽是热门景点 但观光客多却意外没塞车 原来地铁直通吉达 像台桥刘军茂一样 以车代步的是少数 东京公共交通网死通八达 无车一族比比皆是 反而开车上路规则限制夺夺 这里有行人到就要注意 老人去驚你一定要认为生活 只先看 这又开了 这人在驚 这人不让他驚过后 你如果不让他驚到 反正要过十年 反正就要二十年 刘军茂退休前开餐厅卖排骨饭 为了进货做生意买车 但要养这台代步工具 得额外多花薪资 那基本就是没有停车位 你就不能买车 我们的家庭没有停车 住在我们的一栋 大家都要坐在外面 那这个月大概是 三万三十月 法律规定有多少车位买多少车 以车位质量 避免路上车辆过多 违停阻碍交通 反观改搭十一号公车 轻松不少 基本上这是软车道 这有化理所 这人车道还有设栅栏 有啊 这车才没有 车才没有 走进去 就是房状就对了 对 无论城市乡村 日本道路设计 行人专用道是标配 而且不会走一走 人车道就不见 汽车生产大国 交通法规易事 却非轮子至上 原来曾历经过写灵力教训 在我后方可以看到 行人优先的标志 日本如今是个重视 行人安全的国家 但他们也曾经车比行人大 交通事故频传 死亡人数过多 还被称为交通战争 时空到回半世纪前 当时日本站后拼经济 路上大车小车横行 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撞倒送医 甚至1970年 一年就撞死了16000多人 堪比战争时期水准 之后日本痛定思痛 改善道路加强取缔 花了50多年 一路将死亡人数往下压 终于2022年 死亡人数降到2000多人 等于每4万多人 才有一人因车祸死亡 反观台湾则是每7000多人 就有一人死亡 只是这样的成绩 对日本来说仍未达标 来到根滨市南区 这条等同台省道的干线道路 时速上限50公里 但转个弯进入小巷 可视另一番天地 进入社区名宅伶俐 不远处还有学校 这是横滨市道路局 特别设置的30公里慢速专区 不只苏线标志 想开也开不快 不只障碍物 没开多久 笔直道路还突然变弯 小你觉得开的感觉如何 可能是因为弯道的原因 所以我现在想提高车的速度 但是好像没有那么顺利 不好开 对不是很好开 之所以特别针对社区道路 是因为日本调查发现 死亡车祸 大部分都在离家500公尺以内的范围发生 大体半分左右 在个自宅的近处 500米以内的事故 遭遇到这样的状况 30公里超过状态 事故遇到30公里 后方的死亡率 会终于上升 车速降到30公里以下 就不太会撞死人 类似的慢速专区 日本全国各地都有设置 而且地点不是盲选 而是利用车流量大数据 事先揪出车祸高风险区 一步一步移动的点 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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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个速度走 螢幕上 黄蓝色小圈圈 密集移动 大部分时速 四五十公里以上 干线道路 没问题 忧心的是 小学前方 这条小路 而慢速专区也有成效 减速丘能将车子时速 从四十多公里 降到三十公里 道路变窄 尽管车子时速 从三十五公里 降到二十七公里 全员在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 但是 尽管 这个地域全体 想要什么 要求车 哪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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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尽管 大团体战 像是这些 经过修缮的路段 就是由各地方道路局 警察 著名代表 及学校人员 共同参与讨论 甚至直接前往现场 进行勘察 你不是自己的 形式 有放途 如我老婆 在我常见 地道 court 就两人 工作 就应对 指挨 如果在家裡住在家裡 真的不太清楚 如果在警察的視点 還有別的対策 集思廣益 一條條高風險道路 優化變安全 行人雖脆弱卻不弱勢 儘管與鋼鐵同行 也能找到安心自在的空間 不是順利的 順利的順利 順利的順利 快點 小小身軀跟著老師搖頭晃腦 學習有點複雜的量詞 這是日本小醫生必學的國語課 就算念的是華僑學校 日語也不能偏廢 只是課上到一半 緊急情況發生 這是避難訓練 這是避難訓練 今天 國外理科教室 火災發生 落下 全職員 學生 和児童 都要避難 避難 廣播採綱結束 樓梯間冒出白煙 煙霧四散 沒多久 教室周圍 視線開始受阻 老師學生 迅速反應 火災 煙霧 進行 第一時間 蹲下 取出座位下方的安全帽 再用手帕 照住口鼻 迅速向外移動 過程中沒有慌張 而是依照老師指示 整齊排好隊 這是每年9月1號 防災日必做的防災演習 情境逼真 就像真的發生火災 小學生沿著牆壁 蹲低戶頭避煙 年紀雖小 卻訓練有速 不要跑 這是誰 不要用跑的 慢慢走 危險 我現在也跟那個 學校的學生們 一起進行防災演練 雖然這都是水蒸氣 但其實煙蒸的蠻大的 看不太到前方 所以其實行進要非常的小心 就連水蒸氣都要加入 嗆敵氣味 讓模擬變有感 其實火災的火災 一定會發生 所以火災的火災 也沒有辦法 避難訓練 學生們也不妨礙 其實火災的火災 可以行動 短短十幾分鐘 幼稚園到高中 全校600多人 輸散完畢 男生一排 女生一排 快 快 快快 但不是校長講完話 就結束 還請來消防專家獎評 旺仔日 主要紀念 1923年 造成十萬人 喪生的關東大地震 雖然年年演練 六十多年下來 早已成例行公事 社會卻沒 因此鬆懈 就是學校的一個避難的 這個平面圖 那這個紅色的線 就是表示說 那我們遇到這個火災 或者是什麼時候 按照這個紅色的線走 日本學校每年都會制定一份 防災計劃 強烈避難路徑 人員編制 送到消防機關備查 但不只事先兵推演練 也要確定 實際災害發生時 不會彈盡圓決 我來介紹一下 我們學校的一個 防災倉庫 那這個倉庫 那我們如果 真的遇到地震 或者是海嘯 或者是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 針對學生自備的 可以度過一夜的東西 就保管在那個 防災倉庫裡 好 這裡就是我們的 防災倉庫 進入倉庫 紙箱堆滿一枕面牆 裡頭全是保存期限 長達7年的應急物質 這個一盒就是一個人用的 那裡面有就是像那個 麵包啦 或者是一罐水 還有就是可以保存很久的那個餅乾 那還有這些飯糰之類的東西 這個購入時期是2021年4月 然後保存的期限是 2027年的4月2號 就把課上到一半 發生天災回不了家 學校規定學生入學 都得花約350元台幣 買應急防災包 可在學校體育館避難 社區防災層次 這座可以容納600人的新營體育館 也是橫濱市指定避難所 為了怕天災發生時 臨近中華街的遊客 沒地方可逃 市政府不只先預留空間 還準備了備品 那廁所使用的那這些手指啦 或者是就是飲料啦 或者是那邊有一個 用那個Dumball可以做出的一個 就是Bed 那這些都是 全部都是橫濱市提供給我們學校的 只是藉放無需保管 有效期限一到 市府人員就會自動派人更換 防灌未然不是口號 而是平時積極落實 今天是甚麼日子 從國大震災 100元 未處天災多發之地 未與籌謀成為民族DNA 傳承災害記憶 安全意識從小扎根 才能在未知的災害中取得勝算